一款与秋名山王者A18655开的神车 关于他的江湖传说数不胜数 曾有宝马车主夜间飙车 却被武林神车一记绝成 宝马哥只被看到他的车尾灯罢了 也有新闻报道 一旦武林红光检测出了518公里每小时的光速 这比飞机起飞时速还快两倍 插上副翅膀直接就能上天了 当时我就笃定 只要有一台武林红光 你也能灭成光 在车友江湖的调侃中 每年输给武林红光的A186可以绕地球一圈 当然这纯属调侃 MPV还是跑不过专送豆腐的丰田就要跑的 这俩货比速度等于是让一个相扑手和拳击手打比赛 不讲武德 所以19年武林打算申请秋名山车省商标的时候 还是一不合适为有打回了 没能列位先单 但武林神轿势必不会在意这浮名须域 毕竟A186再快不是也追不上叔叔的奔驰吗 单拼车速水太深 那都是虚的 武林把握不住 但要论大 武林神车真的很大 你忍一下 向外武林的大 在于势力范围大 那真的叫天高地远任我行 往高了开 可以一猛子扎进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音 在那除了一代越野神车 丰田普拉多 就是武林式扛霸子 也要压拉个半吨的货上珠峰还是毫无问题的 往低了开 武林躺个大水坑和开平路一样 丝毫不用担心什么发动机熄火 既然交了车传税 那把车当成船来开也非常的合情合理 那家牙都咬死了也唱不上去的青藏高原 他可以一脚由蒙通上去 真正的神车就是无论你在哪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向内武林的大就是大胃王 十箱啤酒 古代大米都是开胃菜 认装货就没怕过谁 在早些年 各大城市对于货车 皮卡进程要求十分严格 以武林之光长安之心为主的微面 就成了那时候人们拉点货 做点小生意的最好帮手 而当年的微车四小龙 长安武林哈飞昌和 只有武林一路从F4小弟的地位干到了大哥 熬死了长安之心 没办法 武林时代太大了 别人能拉十箱啤酒的时候 他能拉十五箱 更大的装载空间 意味着跑一趟就能赚更多的W 对于个体户来说 这小车既能操劳奔波 又能遮风挡雨 网上有句话说的好 我不知道武林红光有多好 或者有多差 我只知道 我爸用它供道我长大 就这 你都不愿称之它为神车吗 但众所周知 武林不仅能载货 装人那也是一门绝火 曾有新闻报道 赵景拦下了一辆违法超载的武林 和载七人 下来了五十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哆啦A梦的死词员口袋 黑星老板为了节约路费 用一辆红光拉工厂的五十名工人 幸好是没出什么事 可能观众不知道这有多牛 我再说一个数据 吉尼斯世界纪录 有了上面是一辆车 也同样塞下了五十人 但他们用的是什么车呢 大众VWCAPMAN 一台露营车 谁胜谁负 高下立判 不仅是量产车领域 武林在赛车界 同样也是名声不小 决战邱明山败者留下车标 不是每辆车都有底气喊出的 据说李白在看完 武林红光的邱明山大战后 赠施一手 邱明山上行能锡 常有车手进高低 如今车道金油载 不见当年老司机 还有据说是某位不知名的低调画家 为武林红光SE画了传记 其艺术价值无法估量 逼估价不少于一百万 许多深藏互联网之下的 戴文学家也开始了他们的创作 虽然你这辆GTR马力很大 但没什么用 车头很重 邱明山那么多急转弯 你每次路弯就一定要推头 尤其是最后那五连发卡弯 你每次都拿不准最好的路线 除非你能克服这个问题 否则一小子是斗不过我的武林红光的 在无数段子手的推波助轮下 武林红光明将一直活跃在互联网的冲浪里 甚至成为一种线上级的存在 以至于我现在一听到歹杀户 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一辆面包车在飘移 武林神教信徒 也已将自己的豪车贴上武林车标为荣 并且据说圈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车价低于150万的不能贴武林红光 低于300万的不能贴武林红光S 老凡尔赛了 还有车主在网上说 自从给车贴上武林车标后 车速变快了 推背感更强了 整个红灯都随时准备弹射起步 过个发卡五连弯和回家走路一样轻松 在中国武林车标就如同RGB灯光一样耀眼 是一种信仰 而这场玩梗的狂欢 武林红光在国外却可以称得上是臭名昭著 这种臭就像武林老家广西柳州盛产的螺蛳粉一样 本起来臭尝起来却上头 曾经不少老司机都曾经被A篇来自公众号BB的 武林红光暴打国外玩家的文章刷屏 这里为一位新司机们简单介绍一下 创世战车 一款末日风的战车对抗类游戏 在游戏中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零件 拼搭风格迥异的战车来和其他玩家激情对射 本来这么一款看起来非常硬核的游戏 给人的感觉就像和电影疯狂的麦克斯一样 充斥漠视下的黄沙鲜血与暴力 但自从游戏里出现一种白色小面包车开始 事情就开始变得奇怪了起来 据受害者回忆 这种小面包车机动性强火力猛 逮到你就是一顿暴打 甚至还有头顶巨型海面宝宝追杀你11英里的疯子 我估计被追杀的这哥们网上睡觉梦里都是海面宝宝 没错 这辆游戏中噩梦般存在的白色眉毛车就是武林红光 而国外玩家也是不堪其辱 组成了Fuck5帮 简称曹五帮 专门来猎杀武林红光 每天饭都不吃的就是干 让人不得不想起曾经H1Z1的红衣军白衣军大战 当然这金氏大战 最后随着创世战车国服的开启落下了帷幕 在这之后 武林甚至真的和这游戏进行了联动 口号就是武林红光干翻一切 而在游戏外 武林红光泽摇身一遍 贴上了雪佛兰的标 改名为雪佛兰Enjoy 出口到印度等国家 继续他们的制霸之旅 在海外刚面试的2013年 就获得了印度年度MPV车型的奖项 虽然视频道现在一直在玩梗 但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武林神车与生巨来 便有一副特立独行的气质 而要真正等武林 我们需要追溯到武林创立之初的历史 武林的全身可以追溯到 1928年的柳洲机械厂 1958年改名为柳洲动力机械厂 以造拖拉机的当时文明 顺异时代的改变 他们在1982年开始进军汽车市场 曾以徒手搓零件造汽车震惊的业界 比起其他厂商通过与外企合作 引进技术相比 武林属史是没什么优势 在经历了15年的艰难打拼后 虽然也在微车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 但受限于微车利润逐渐降低 柳洲武林企业内部也面临管理不善 继续受限等诸多问题 积极求变的他们在2002年 与上汽和通用 组成了上汽通用武林 这一中中外合资企业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武林 此时他们还处于刚重组完的蜜月期 2003年发售的第一款产品 武林之光 既没有享受到上汽的资金支持 也没有享受到通用的技术支持 所以说 一代目神车武林之光 在初登场时 拿到的并不是龙奥天剧本 发售的初期出现不少如喇叭不响 后桥胜油等小问题 自然是敌不过他们的老对手长安之心 而在上汽通用武林成为老夫老妻后 就开始发力了 不到半年时间 就将这些小毛病全部解决 从2003年6月开始 武林之光的销量就已经开始逐渐上涨 武林也不亏他们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的信念 每年都会认真听取车主的意见 逐步改善车型 当时的司机拉伙往往要跑一整天 车上并没有供他们放置大型水壶的地方 新款武林之光就专门做了个刀 供司机放置水壶 正是这份态度让武林收获一大批忠实用户 2009年 把汽车下降补贴政策 这购车给予车价10%的经济补贴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全球阵古东风 武林之光一举占据了微车市场43%的份额 虽然老对手长安之心 在2007年成为第一款总销量超百万的国产车型 但到了2009年 武林之光一年销量就超了60万 送到出了全球单月最高销售记录 平均每5秒卖一辆车 并在2010年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 被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 2008年6月武林荣光面试 这武林家族二代目车程 通过家常轴距来让车身更大 容纳空间更广 穿的货更多了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大威克 08年 美国自带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 让大家也更加关注用车的性价比 荣光搭载了全新一代小排量大功率B系的发动机 在低油耗的情况下能输出更大的动力 解决了广大买车人的心头之痒 武林荣光作为武林家族二代目神车 但是在外的名声却远远没有玩他两年面式的小弟 三代目神车武林荣光打 2010年9月 武林荣光英雄登场 在经历了武林之光的试措 武林荣光的沉淀 武林荣光在初登场时便被封为神车 在中国爆火 武林荣光的车主更为是靠着武林之光 武林荣光骑下那批人 在多年的打拼后买辆武林荣光作为家用车 陪伴家人 比起其他车是人养车 武林的车更像是车养人 它是这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辆武林承载的不仅仅是一车货物 更是一个家庭的重量 最后再说说一些武林相关的江湖传说 大家经常调侃 武林荣光 中之后驱 超跑步局 手动摸箱 自然吸气 车标都不用换 换个壳子 妥妥的就是一辆美国国宝级跑车 克尔维特啊 而且武林武林 你比造国战斗机的三菱还多两菱 是不是一股扫地僧的形象扑面而来了 当然这些广大网友调侃的地方中 还是有些值得细修的部分 中之后驱 超跑步局 其实指的是老大哥武林之光 发动机中置 后轮驱动 可以将车的重心保持在车中间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有极其优异的转向性能 完全就是直哪打哪 所以许多超跑如帕加尼 法拉利都采用这种设计 坎迪拉克更是为自家的CT5 喊出了无后驱 不豪华的口号 但是没想到便宜了武林之光 大家一看 嗯 这不是03年的武林之光完胜下的吗 而后轮驱动在急转弯时 如果关心太大 很容易甩尾 转向过渡 但是如果你是一名老司机 能将这诅咒化作力量 那不就飘起来了吗 再加上秋名山的排水渠 妥妥的排水渠过弯 在悬架方面 武林之光更是采用了和顶级超跑 克尔维特 一样的版皇后悬架布局 驾驶时的动态感十足 克尔维特被称为美国国宝级跑车 那武林被称为中国国宝级神车 不过分吧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 那么多武林飘逸的本图 非常的合情合理 人家本来就是另类的超跑 事实上 武林之光一类的微面 是为了增大车内可使用空间面积 才采取的中置后驱 不然驾驶员天天坐在发动机上 恰天烫牛子 冬天暖钩子 车数以上70买 说话却得靠后 属实难顶 而到了主打商务用车的武林弘光 为了更好的乘坐体验 则改为了前置后驱 发动机前置 就不会有这种坐亢的感觉了 更为网友们 惊惊乐到的是武林弘光的操作性和稳定性 四季弘光时 武林特意请了超跑路特斯的母公司 莲花公司进行调教悬架 路特斯的超跑在1963年到1978年 曾建立过F1赛车王朝 15年13贯 风光无限 可以说是顶级超跑之一 那和后来家道中落 虽然还是世界三大跑车品牌之一 没事也会为其他公司提供底盘开发 悬架调教等外包服务 武林弘光经过莲花公司历史一年半 三个阶段调教后 那驾驶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纯粹 四手五路就是一辆路特斯了 在车友们的调侃里 武林弘光更像是一个称号 它包含了之光 荣光 红光等武林家族所有的神车 神车的故事也还没有完结 2020年7月 武林弘光迷你EV上线 凭借清明的价格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销量暴揍了一顿特斯拉 俨然又一副新时代神车的样貌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知道什么 这样的历史我相信也会一次次的重演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更多武林的故事我们就到下期再讲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不妨给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